这款游泳机 它的这个螺丝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款式 上面一个面板 下面一个面板 中间一个过滤 上下左右都没看到螺丝 它的螺丝是在这个灯里面 在这个照明灯里面 把这个灯打开了之后就看到螺丝 看一下我们这边这个灯已经是打开的 我们照一下 看到没有 螺丝就在这个位置 看到没有 已经拆了 已经拆了 然后那边也是一样 把螺丝拆了 然后往上提示一下 看一下螺丝拆了 螺丝就在这里 看到没有 然后这个螺丝拆了 然后上面这块面板 往上提 往上提 然后把这个线路啊 线路拆开 它这个线路 被包了一下啊 拆开 然后我们再一个一个拆啊 然后下面这块板也是往上提 然后现在拆开了啊 拆开了 现在这个 这个情况就好拆了 对吧 就拆这个 啊 啊 风轮圈啊 风轮圈 啊 风轮圈 然后拆风轮就行了 然后我们现在拆就行了 它这个也是很紧的 这个螺帽很紧的 我们用大力琴啊 用大力琴 已经把它拧开了 把它拧开了 然后我们把风轮拿出来 看一下 脏不脏 来 我们看一下 脏不脏 看一下 这个风轮 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过滤碗这么轮的 再看一下涡轮 好 现在看一下啊 已经全部拆开了 现在是给它 把重的油垢 厚的油垢给它铲掉 然后再喷上我们的除油剂 就行了 然后风轮的话 我们就浸泡 我们看一下 正准备洗这个风轮的时候 你看还没下水 现在是上面还是干的 看到没有 这个风轮已经变形了 这里 还有这个风轮 也已经给它洗干净了 然后你看 这里都掉漆了 然后现在给它装上 那个风门还在洗 然后这下面 这下面等下给它刮一下 好看一下 已经装好了 已经装好了 先装上面的 把那边拿下来 看一下装下面的面板 装下面的面板 是有卡扣的 把它卡上去 一直手缩 把他卡上去 就行 对行就没有 好 现在帮他把照明灯这边的螺丝 给它装上 看一下 就在这个位置 知道吧 就在这个位置 看一下 在这个位置 这个是另外一边 我把这个照明灯给它卡上去 然后把这个照明灯给它卡上去 就行了 好 看一下 看一下 试剧啊 这个也可以 这个也可以 这个是这个不定车 这个是这个是另外一边 这个也是另外一边 这里也是也可以 这个是两边 两边一起 这个是这个是定灯 打开了照明灯 现在就可以了 我们试一下风速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这个细腻很好 风速很好 看到没有 对吧 看到没有 好 我们今天就拍到这里了 好